30年來許多原民移居金門 如今形成新原鄉 落地生根之後 語言的傳承也面臨挑戰 根據統計 截至今年8月 落籍金門的族人已有1331人 而阿美族也占了將近一半 族人落地生根之後 孩子也有了升學 取得族語認證的需求 而在只有一名族語老師的情況下 許多學生只能學習阿美族語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機會說 我們就在隔壁另判一個教室 然後我們在那邊上課 然後我們也是很踴躍 我們這次報名也是二三十個認證的部分 我們很多小朋友 他是不同族的 他是考阿美族的認證 那怎麼辦 而想要營造說族語的環境非常困難 就有學校曾經連結金門大學學生 希望緩解失資匮乏的困境 金城國中問學校這裡說 我們學生有沒有拿到族語認證的學姐 跟台灣的族語教學模式就是希望增加學習的機會 但是原水救不了金火 於是金門的其勞們是扛下重任 開始學習拼音書寫 就是想以最短時間成為老師 緩解失資問題 所以我們就想到我們這個年紀的55歲以上 我們的族語還會講 我們就盡量講 我們會切磋啊 不對 你講這一句不對 講這一句不對 我們也會切磋一下 我們這裡缺乏資資 那我就當領頭養 我也去讀嘛 我也去上老師的課嘛 能夠我們自己來這裡培養失資 為什麼 台灣來這裡很困難 我們這裡如果有失資 就可以帶領這些小朋友 做一個語言方面的傳承 族語教學人人有責 交通困境難解學習之路 七老門的以身作則 也讓金門的語言傳承出現曙光 而學習空間的需求人待解決 因此族人們更是期望 各界能夠重視金門文化傳承的困境 遠視新聞趕到馬曜布拉路亞 金門金沙採訪報導 好 對 這裡 這裡 就找到 對